第一个大的知识点 我们来看不考虑发行费用的 普通股资本成本的估计 那首先第一个模型呢 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大家回忆我们在第三章当中 谈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时候 我们说啊 他这边的RS表示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第矮个股票 他的一个必要报酬率呀 那么投资人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我们转换一下视角 那不就是公司的资本成本了吗 所以呢 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它可以作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一个估计 那大家看这个模型当中呢 其实啊 把它分成了两个大的部分 对不对 那前面的这一个啊 说他的这个报酬率受什么影响啊 受到无风险收益的影响 那后面是他对应的一个风险溢价 那这个风险溢价是针对什么的风险溢价呢 我们讲啊 这个非系统风险都被怎么样啊 分散掉了 那么所以呢 投资人只能就系统风险 要求风险溢价 那么这个风险溢价如何来衡量呢 我们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标尺 这个标尺就是市场组合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市场组合 它的风险溢价是多少 然后我再去看看 哎 我这只股票相对于市场组合 那么它的这个风险是更大还是更小 那这个相对怎么衡量的呢 我们是用β系数来衡量的 如果我这只股票 它相对于市场组合 它的风险要来的更高一些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风险是什么风险呢 非系统风险被分散掉了 所以只剩下系统风险 它的风险来的更高一些 也就是β值大于1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对应的风险溢价也会更高一些 那如果它的风险来的更低一些啊 比如说它的β值小于1 所以后面呢 它的风险溢价也会更低一些 这就是关于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大家如果有一些内容啊 你可能觉得已经忘记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第三章当中具体的相关讲解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教材上面的例4-4 它说市场无风险利率是10% 平均的风险股票的报酬率是1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市场的风险 某公司普通股的β值是1.2% 那么问普通股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投资人啊 他要求的一个报酬率算出来 那么就作为他普通股的一个成本 怎么算呢 我们说是无风险的部分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 无风险的部分是10% 风险的溢价是多少呢 是相对于这个市场风险 对不对 那么平均的风险股票的一个报酬率是14% 那么它的市场风险溢价 等于多少呢就是14%减去一个RF啊 减去无风险的这一部分收益 然后再去乘以它的β值 那么算出来呢是14.8%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估计简直太简单了 对不对 我啊直接套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把对应的参数啊套到里面去 我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啊 这个资本成本的估计了 那我们说刚才我们的这道例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呀 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所对应的参数 我们都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啊 无风险啊是10%啊 这个风险的啊 这个平均的报酬呢是14% β值呢是1.2% 那问题是这一些值我们是怎么样啊 需要估计的 它不是平白无故就出现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呢下面我们说 如果呢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个模型当中所涉及到的参数 包括无风险收益率 我们用R 然后脚标呢是用RF来表示 我们已经谈到很多次了 RF表示什么呢 Risk Free 对不对 就是无风险 然后就是它的β系数 以及市场风险溢价 我们用RM减去RRF来表示 那这个脚标M呢 就是这个Market Portfolio 它的一个简单的缩写啊 所以是市场风险溢价 好 那既然我们需要知道这三个参数分别是多少 那我们就来对应的1.1去给它啊 这个进行一个估计啊 首先第一个无风险利率 那么无风险利率 我们前面谈到过很多次了 什么可以作为无风险的一个表征啊 是不是就是政府债券呢 我们认为啊 它有政府的信用来背书 那么所以呢 它是无风险的 那问题是市场上有这么多的政府债券啊 有长期的啊 有短期的啊 然后有这个政府债券的啊 各种啊这种啊收益率啊 比如说到期收益率啊 还有它的票面利率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我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选择哪一个去作为我们所说的无风险利率的估计呢 我们说首先对于第一个啊 期限的选择 我们到底应该是选择短期的政府债券 还是选择长期的政府债券呢 大家看这里面呢 其实我已经把答案放到这个这个框框里面啊 是什么呢 我们要选择长期的政府债券 为什么要选择长期的呢 你说我们是对谁的资本成本进行估计啊 是对普通股的资本成本进行估计 那么普通股股权 那权益它是一种什么呀 长期资本 对不对 所以它本身呢 是长期的有价证券 我们要在这个期限上面 给予对应的一个匹配 那当然我们选无风险的时候 也应该选择长期的政府债券 那么第二个就是啊 我们说为什么要去估计它的资本成本啊 那包括我们第五章啊 我们要去做这个资本预算 对不对 那资本预算也是一个长期的资本预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长期啊 也要跟我们的这个估计的时候 这个长期做一个对应的匹配 第三个 我们说长期政府债券呢 它的利率波动比较小 那是因为它在比较长的期限之内 已经锁定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收益 好 那这是从期限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短期和长期选择谁呀 选择长期 那第二个我们谈啊 这个利率 利率有效命利率和到期收益率 那么大家回忆 我们在讲前面这个债券资本成本的估计的时候 那么第三种 我们用信用风险进行调整 我们强调这个政府啊 债券它的市场收益率 一定要选择到期收益率 而不是那个票面利率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更具体的说一下原因 为什么要选择到期收益率 而不选择票面利率呢 因为不同时间发行的这个长期政府债券 那么它的票面利率呢 往往是不相同的 而且还存在什么呢 它的复息方式也可能是不相同的 那么我们说它的复息方式啊 那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有效免利率 对不对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债券 我们去计算它的到期收益率的话 那你可能会发现呢 它的到期收益率差别呢 相对是比较小的 但是到期收益率与票面利率之间差别 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说差别 到期收益率的差别微小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前面所说的这种啊 不同时间发行的 然后票面利率不同 负息期也不同 那如果去计算它最终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它们之间可能差别比较小 但是你算出来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和它各自的这个票面利率去比较的话 那么这两个差别可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综合上面这些这些原因呢 我们应该选择到期收益率 去作为这个无风险利率的一个估计 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利率而言呢 我们是选择名义的还是实际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 名义和实际的一个关系啊 我们如果啊用这个RF啊 叫标示RF表示它的一个名义的利率的话 然后呢用R星表示它的实际利率 这个跟我们第三章对于利率的这个表示方式 是这个一致的啊 R星表示它的实际利率 那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说一加上名义利率 它就应该等于一加上实际利率 再乘以一个一加上通货膨胀率 你说啊老师认为你说的不对啊 我们第三章的时候不是讲了吗 说啊名义利率等于什么呀 名义利率就等于实际利率R星 再加上一个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名义与实际的关系呢 我们在第三章当中所讲的那个名义与实际的关系 事实上呢是一种近似的这个简化的做法啊 说名义等于什么呀 你就用实际啊加上一个通货膨胀就等于名义了 那么如果很准确的去估计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话呢 那这一个才是他们的一个啊 这个比较准确的关系式啊 那你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关系式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啊 就像我们第二章当中所谈到的一样 你就把这个通货膨胀率啊 理解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增长率 它就相当于增长了啊 那增长了的话啊 我们做一个这个增长的考虑 那么最后呢 它不就是相当于乘以一个一加上增长率吗 对不对 它这个增长 它是一个什么增长呢 只不过它是一个价格的增长 对不对 所以那是乘以一个一加上通货膨胀率 那么大家看 根据我们所给到的这个实际的公式 其实你也能够发现 我们那个近似的公式呢 跟这个实际的公式没有差特别多 因为你把这个实际的公式 如果我们打开的话 你看它右边等于什么呢 一加上这个R星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通货膨胀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R星去乘以这个通货膨胀 相当于是四项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是一加上R RS 那你看两边啊 都有一啊 把它削掉了 是不是 那这边就剩R RS了 那右边剩的是什么呢 是R星加上一个通货膨胀 再加上R星乘以一个通货膨胀 所以相当于就甩出来一项 比那个 我们前面的那个近似的柿子 多甩出来一个谁呀 就是R星去乘以通货膨胀 那么R星其实本来是一个比较小的数 那么通货膨胀呢 一般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数 那么它们两个乘起来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更小的数 所以呢 我们说前面啊 我们说哎 这个名义呢 就等于实际的加上通货膨胀 就是一个比较近似的一个计算方法吧 好 这是说名义的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一个关系啊 你就大致的把它理解成一种增长率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名义的现金流量和实际现金流量 又存在什么关系呢 还是按增长率去理解呀 那它就等于对应的这个实际现金流量 乘以一个一加上啊 我们说通货膨胀 你不容易理解 那就改成什么呢 一加增长率的N次啊 那你看哎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在实际的这个现金流量啊 增长了N次乘以一个1加上啊 通货膨胀率或者是增长率的N次方 我们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啊 假设非常简单啊 只有17啊 那0和1 0呢 表示的是现在 1表示的是第一期的期末 我说0啊 现在 现在时刻的啊 100块钱 那我啊 它就值多少钱呢 就值100块钱 对不对 那这是现在的100块钱 然后我告诉你啊 就未来呀 它会发生一个通货膨胀 那么预计呢 这一期啊 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呢 是10% 如果预计通货膨胀率是10%的话 那么大家想 这个第一期 第一期期末 如果我拿到了110块钱 那相当于 其实还是多少钱呢 是不是还是100块钱呢 对不对 因为啊 这个啊 这期间啊 通货膨胀率呢 是10% 所以呢 相当于我有了一个 这个价格的10%的增长 那么实际上 那这个第一期的110块钱 它实际值多少钱呢 我就是用110除以一个1 加上通货膨胀率 除以一个1.1 那它等于多少呢 就是100块钱嘛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110块钱 是一个名义的现金流量 它去除掉啊 我这个期间通货膨胀率的这种货币的增长之后 那么它实际上相当于只值多少钱呢 跟现在的100块钱是等价的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货币的增长 那么它是第几期啊 我们看到这里面啊 明义的现金流量 它是第几期 那就相当于这个实际的货币增长了几次 所以是乘以一个1加上通货膨胀率 或者你就把它理解成增长率的n次方 有点像我们第三章当中所讲的那个负利的感觉啊 就像我们这个例子啊 那如果我们说后面再有一期啊 这个第二期 那么第二期第一期到第二期 假设啊 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 仍然是10% 那么第一期啊 期末的这一个110 那么它第二期期末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钱呢 比如说有121块钱 那这个121块钱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的100块钱啊 因为它经历了两次的通货膨胀啊 是不是 那这个第二期期末的121块钱 它相当于第一期期末的110块钱 相当于现在的100块钱 就是100块钱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 经历了两次增长 那么达到的这样一个名义的现金流量 是121块钱 它实际是多少呢 用121去除以一个1加增长率的这个平方向 因为它在第二期 所以是平方向啊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关于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以及名义现金流与实际现金流的关系 那你说哎 我们到底是要选名义还是要选实际呢 我们说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遵守一个原则 就是说 含有通货膨胀的现金流量 那么一定要使用含有通货膨胀的折现率进行折现 那如果是实际的现金流量 也就是它已经这个现金流量呢 是去除了通货膨胀的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实际的一个折现率去进行折现 那总而言之也就是现金流量和折现率 它们都得是一致的 要么啊 都是含有通货膨胀的 要么都是不含有通货膨胀的 那遵循的是这样一个一致性的原则 千万不能说啊 我怎么样呢 我说我这个啊 现金流量啊 我选择啊 这个名义的现金流量 然后折现的时候呢 我用实际的一个折现率去做折现 那这样他们就不匹配了啊 必须得是匹配的 那这里面我们做一个提示啊 因为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 那事实上呢 对于同一个现金流来说呢 这两种折现方法 一定是得到一个完全一致的结果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做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呢 每一期产生对应的一个现金流入 那么假设 那它现在告诉我们的这个现金流量呢 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名义的现金流量 比如说是DN7啊 DN7的一个名义的现金流量 那么这个DN7的名义现金流量 我要怎么样啊 给它折现到现在 我就得用什么呀 因为现金流量是名义的 所以我去折现的时候 也得用名义的一个折现率 对不对 那名义的折现率是这个RRF作为名义的折现率 怎么去折现呢 DN7名义的现金流 去除以一个对应的这个折现率 那它的折现率呢 我们说是按这个RRF来进行折现 折现多少期呢 因为它是DN7的现金流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折现也是啊 折现N7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名义的现金流 用名义的一个折现率去进行折现 我们说它产生的折现结果呢 跟实际的这个现金流 和实际的折现率 折现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名义的DN7 名义的现金流等于什么呢 不就等于实际的 实际的这个现金流 乘以一个1加上通货膨胀率的N次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式子 那下面呢 是除以一个1加上RRF的N次方 对不对 那1加上RRF的N次方 1加RF等于什么呀 等于1加上R星 乘以一个1加通货膨胀率 对不对 那么它的N次方不就是后面两个都是N次方吗 那就是啊 1加上R星的N次方 然后呢 1加上啊通货膨胀的N次方 对不对 所以那你看这样折现的时候 那上面有一个1加通货膨胀的N次方 下面有一个1加通货膨胀的N次方 那这两个不就消掉了吗 所以剩下的是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实际的那个现金流量 去除以一个对应的实际的这个折现率 用它进行折现呀 所以我们说呢 对于同一个现金流 那么两种折现方法呢 一定会产生相同的一个后果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说 哎我到底是用名义 还是用实际存在这样一种争议呢 因为有的现金流量啊 我们去确定它的名义或者实际 会存在一些困难 所以在最终去预测啊 一个整体的啊 比如说我编制一个整体的报表的时候 它就很难统一 所以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在实物处理当中呢 我们说有以下两个需要注意的原则啊 就是一般呢 我们就使用含有通货膨胀的名义现金流量 以及含有通货膨胀的无风险利率 去计算资本成本 因为一般人们在交流过程当中 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呢 其实都是包含通货膨胀的 是名义的现金流量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处理 那么第二个 你说就全部都用名义的啊 不用去考虑实际的了吗 也是有例外情况的 什么例外呢 如果呀存在恶性的通货膨胀 那或者呢 是预测的周期特别长的时候 那这个就最好使用 剔除掉通货膨胀的一个实际现金流量 和实际利率了 因为这个时候 那么通货膨胀的影响就非常的大了 所以我们需要去对它进行一个考虑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总结一下了 那对于无风险利率的估计 我们选择的应该是什么呢 是长期政府债券的一个到期收益率 而且一般如果不存在啊 说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 或者呢 是啊 估计的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我们都采用名义的现金流量 和名义的无风险利率 来计算对应的资本成本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说采用实体现金流量模型 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时候 为了计算资本成本 无风险利率需要使用实际利率的情况 那么大家想我们前面讲过 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实际利率啊 就是通货膨胀的影响特别大 不能够啊 这个被忽视的情况下啊 我们说第一个啊 这个预测周期特别长 因为特别长的话 你想啊 他这个增长率 如果时间拉的特别长 我们说负力的力量 那么最后呢 他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对不对 所以呢 A选项是正确的 第二个 β系数较大 这个我们刚才其实并没有谈的 第三个 存在恶性通货膨胀 那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 那最后呢 说市场风险溢价较高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实际利率的情况 所以主要就是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道题呢 我们应该选择A和C两个选项 说完了无风险利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股票β值如何来估计 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三章当中 也已经谈到了 那么一只股票的β值等于什么呢 等于他和这个市场组合 他们的收益率之间的一个什么呀 斜方差 再去除以一个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 那么不论是根据回归的方法来计算 还是根据我们直接给到的这个公式 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 我们都需要什么呢 我们都需要历史数据 也就是啊 这只股票的收益率 以及市场组合的收益率 我们得知道 我们才能去算 它的这个斜方差 以及对应的一个方差 那根据历史的这个数据 来计算统计指标 那么这个历史数据 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呢 首先第一个关于历史期的长度 那么历史期的长度 是不是越长越好呢 因为你说哎 我们要去计算的 不是根据历史的数据来去看看 我这只股票和市场组合 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斜方差 还有对应的啊 这个市场组合的方差是多少吗 然后再来算我的这个啊 β系数 所以啊 比如说啊 我去算这个啊 斜方差的时候 那我得需要啊 这个我自己啊 它的收益率 我得需要啊 一系列的数 然后市场组合的收益率 我得需要一系列的数 然后我去算啊 这两列数啊 那它的一个斜方差是多少 你说我去算斜方差 是不是得是啊 这两列数 我都取的这个啊 时间越长越好 所以这个数越多越好 所以我算出来的那个斜方差 还有对应这个方差 也会更为准确呢 我们说并不是这个时期 越长越好啊 那么第一个我们说 这个公司的特征 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那么可以采用比较长的一个历史期长度 那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要预测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预测的是对未来的这个资本成本 进行一个估计 是不是 所以呢现在呢 是通过历史的收益率去计算β来估计未来的资本成本 那只有什么时候是比较有效比较可靠的呢 当历史和未来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的时候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历史收益率所计算出来的这个β值 才是比较可靠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它的风险特征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比较长时期的数据 更加这个准确的去估计它的一个斜方差和对应的这个方差 那你说如果公司风险的特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比如说它这个进行了一个这个战略方向的转变啦 或者是啊这个有这种啊这个大的这个啊这个债券的发行啊等等啊 那这些都会导致它的风险特征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历史跟未来它就不再是一个说啊 我这个啊这个未来就是历史的延续了 对不对 它们的风险特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所以我去选择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作为我的这个估计期啊 应该使用这个变化之后的这个年份啊 也就是这段年份啊我就比较平稳了 那比较平稳的这一个时期去作为未来的一个预测 那不能把前面发生重大变化的那个时期也纳入进来 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是用未始去预计未来 那么只有它们之间相差比较小的时候 你去预测的这个值呢才是比较可靠的对不对 所以是第一个啊关于历史期间的一个长度的选择 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收益计量的时间的间隔 因为你说啊我们去算这个β系数 那算的是什么呢 算的是收益率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收益率啊都摆在这里 然后再去计算 那问题是收益率怎么计算啊 你说哎我可以使用啊这个啊 每年的收益率啊每个月的收益率 每一周的啊收益率 每一天的收益率 我都可以去计算呢 那我最终去算这个β 去估计β的时候 我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间隔的收益率呢 我们说这里面的原则呢 是使用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的一个报酬率 那为什么不去选用每天啊或者是年度的报酬率呢 第一个关于每天的报酬率 我们说虽然每天的报酬率啊 那它的这个数据比较多一些啊 那但是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因为每天都去看嘛 那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没有成交的 那还有可能呢就是它出现了一些啊 这个重大的事宜 然后它停牌了 那你说这个时候啊 我们算出来报酬率是多少啊 报酬率是零 那如果你按天去计算它的报酬 里面有很多这样为零的数据的话 那么它就会导致我们最终估计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统计量呢 它有所偏差 所以每日的报酬率是不适用的 那么对于年度报酬率呢 因为我们算的事实上是两个报酬率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定的数据才能满足我们的计算要求的 那年度报酬率一年只有一个报酬率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就得需要很多年的数据 那很多年又是一个比较长的期间啦 对不对 那在这个比较长的期间之中 那资本市场和企业都有可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 物是人非 那比如一个企业三年之前主营卖服装的 那么三年之后主营变成投资房地产去了 但是我们选用年度报酬率 是把这么多年的数据啊 放在一起去做一个估计 那么显然估计出来的结果可靠性就大大下降了 最后我们再做一点小的提示 或者呢是说对于刚才所说内容的一个强调 那也就是使用历史β值来估计权益资本的前提 是什么呢 假设未来是历史的积蓄 因为我们说啊 对于这个权益资本 或者是我们最开始所强调的资本成本 我们是什么呀 我们是面向未来的 那现在呢因为我去估计的时候 使用的是历史的数据 那怎么样历史才能够啊 作为未来的一个可靠的估计呢 那当然是说啊 未来是历史继续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啊 这个历史和未来之间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那我用历史的数据去估计未来 才是一个比较可靠的结果 那么如果啊 说未来的这个业务呀 与过去与历史 有本质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那历史就不再是未来的继续了 那么所以历史的β值 再去进行这个估计的话 把它作为未来啊 资本成本的一种估计 也就不是一个可靠的值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估计呢 就像我们前面所写的一样啊 如果公司的风险特征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应当使用什么啊 变化之后的这个年份啊 作为历史期的长度 因为变化之后 那它可能就相对平稳了 那这一段变化之后的时期 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啊 对于未来来说 它就可以是一个啊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了 最后一个参数 对于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 那什么是市场风险溢价呢 大家注意它的这个定义啊 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 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与无风险的一个平均收益率之间的差异 就叫市场风险溢价 那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对 无风险的一个收益率 去做了一个具体的估计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主要考察的就是 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要如何来估计 那首先时间跨度 大家注意我们的含义当中 已经明确了 它是一个什么呀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 因为我考察的是整个市场了 所以我要考察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市场是如何来波动的 那么时间跨度呢 就应该选择比较长的时间跨度 那我们举例而言 这个比较长包括了什么呢 它既包括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 也要包括经济的衰退时期 那你并不能说 因为这个经济衰退了 所以我就把它剔除出去 我只考虑经济繁荣的时期 那这样是不正确的 它要在这个比较长的时期 去做一个系统的反应 所以那全部都应该包括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提示 就是与β计算的一个区别 我们前面在估计β值的时候 也是用历史收益率去进行估计的 我们说它这个历史时期的选择 是怎么样啊 并非越长越好 如果公司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是应该以它变化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时期 作为它这个估计的一个时期的开始的 那变化之前的这一部分 历史就不再是未来的一个延续了 所以它不能去作为一个可靠的估计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对于市场风险 市场平均收益率的估计 我们是要考察整个市场 所以它本身呢 选择的就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跨度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 那第二个就是啊 我们做这个平均收益率 那么这个平均收益率的平均 要怎么样来计算呢 我们有两种平均的方式啊 一种呢 是算术平均 一种是几何平均 那么对于算术平均来说呢 它可能会更符合 我们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 这种平均方差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会认为啊 说这样一种平均方式 是更好的啊 一个这个预测的指标 那对于几何平均来说 我们说它考虑了 主要是复合平均 那复合平均呢 就更能够比较好的去预测 长期的一个平均风险溢价 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两种啊 就是算术平均和几何平均来说呢 它们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个优势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给大家一点提示啊 就是多数人呢 是更倾向于采用几何平均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几何平均的计算 一般情况下呢 它是要低于算术平均的 我们后面会具体讲啊 几何平均怎么算 算术平均怎么算 那它为什么要比算术平均来的低呢 这个主要可以通过我们数学上面的不等式去证明啊 所以这个啊 我们就不去具体给大家说了啊 大家知道就可以啊 那这个几何啊 要比这个算术要来的更低一些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算术平均和几何平均分别是怎么计算的 首先我们算的是什么呀 我们算的是一个平均的收益率 那么收益率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说啊 对于啊 这个我们用R来表示收益率啊 然后这个角标呢 就表示啊 第一期的收益率啊 第二期的啊 这个收益率 那么第一期的收益率等于什么呢 就是P1减去P0再除以P0 如果我们用P来表示价格的话 那么P1呢 就是第一期的一个价格 P0呢 就是第零期的价格 那P1减P0啊 再除以P0 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率 那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 有点像增长率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末减去出 然后再减出 那比如说啊 我们用这个啊 大盘的这个指数啊 作为它的一个收益率的衡量 那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上证啊 宗旨啊 比如说啊 这个啊 前一天啊 是这个3200点啊 收盘啊 就是啊 前面一天 然后呢 今天啊 这个最后啊 收盘的时候啊 这个指数是多少呢 比如说啊 它比前面啊 涨了啊 这个20点 是3220点 收盘 那我问你 这一天它的一个收益率怎么样去计算呢 那这个就是啊 P0 那这个就是啊 P1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一天的收益率 那就是3220 P1减去3200 然后呢 再去除以3200 这个就是它这一天的一个收益率啊 那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所写的这个RE 那第二天的收益率 那就用啊 再下一天的这个啊 这个收盘的价格 减去它上一天的收盘价格 再除以上一天的收盘价格 所以总是莫减去出 再去除以出 得到的就是它对应的一个收益率了 那这是我们明确 首先就是收益率要如何来计算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给这个收益率 去做一个平均 那我们可以去做算术平均 也可以去做几何平均 首先我们来看算术平均怎么算啊 那我们用这个RA bar来表示算术平均啊 因为它的这个英文呢 是A开头的 所以我们就用A作为它的一个脚标 算术平均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说我把这一段时期啊 它这个每一个这个收益率 我都给它算出来 一共有几个收益率啊 我去数一下 一共有N个收益率 那我就加起来之后 除以N就直接得到 这个平均值了 所以我们后面写的这个啊 又是一个求和公式啊 大家看到它不要特别的害怕 它其实就等于啊 R1加R2啊 一直加到RN 我们给它一个记号啊 就是这个一个求和公式的记号 然后呢 因为取算术平均 有几个值 我就除以几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除以N 这是算术平均的一个计算 那么对于几何平均啊 我们用RG啊 然后上面这个bar来进行表示啊 那脚标是G 那对应的是它英文这个几何的一个意思啊 那几何平均怎么计算呢 大家看到它是怎么样啊 就是1加上R1 然后1加R1加R3 一直到1加R开N次根号 然后再减1 你说这个几何平均啊 你说算术平均我还能理解啊 加起来之后 然后啊 除以它的这个个数 就是算术平均了 那到几何平均 这里面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啊 那最开始我们讲这个利率期限结构的时候 谈到一个什么 无偏预期理论 对不对 其实你简单来看啊 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说这是0啊 1啊 2 那这样子的啊 两个时期 对不对 那两个时期我告诉你啊 第一个时期 它的收益率是R1 第二个时期啊 它的收益率是R2 那我想问你一下 这两个时期 它的平均收益率是多少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所写的这个RG罢 那如果啊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 那就是说每一个收益率呢 都是RG罢 因为是平均的收益率嘛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看 这就相当于我做的这两个投资 应该是一个什么 等效的投资啊 那我做第一个投资 它的收益率是什么啊 就是1加R1 乘以1加R 因为我第一期的收益率是R1 第二期的收益率是R2 那我问你在这两个时期当中 我的啊 这个第二期期末总的一个收益率是多少 不就是1加R1乘以1加R吗 这是我的啊 第一种啊投资方式 那第二种我们想算一个平均收益率 它应该跟我前面的是一个等效的 或者说呢 我这个平均收益率就是让我最后啊 啊这个两期啊之后取得的这个收益 跟我前面的那个相等 那它是什么呢 每一期啊都是啊 RG罢 对不对 每一期都是RG罢 两期每期都是 那么所以两期之后 它的收益率就是1加上RG罢的平方 是不是 那因为他们两个得相等啊 那所以它就等于1加R1乘以1加R 那这个时候 你看因为它是每一期都是RG罢 所以它就是一个平均的收益率了 那我问你这个RG罢等多少啊 那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个开根号 然后再减一啊 那这是两期的一个情形 你把它推广到N期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哎我这个后面啊 N期啊 我每一期啊 平均下来都是RG罢 那我产生的这个收益是多少呢 就是1加上RG罢的N次方吗 那如果我要分着来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1加R1 1加R1加R1加R3 一直到1加RN呢 那所以问RG罢等于多少 那不就是1加R1一直到1加RN 开一个N次根号再减一吗 因为它本来是1加RG罢的这个N次方 等于后面的这个1加R1 一直乘到1加RN的 那现在反过来去求它 我们就开N次根号 然后再减一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试着去利用 无偏预期理论 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啊 这个对应的解读啊 好 那我们现在得到啊 说几何平均怎么计算呢 就这么计算 开N次根号 然后再减一 那R1 R2 R3 一直到RN都等于多少呢 我们前面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吗 对不对 R1等于什么呀 不就是P1减P0除以P0吗 R2等于什么呀 就是P2减P1除以P1吗 每一个都把它带进去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 你看P1比上P0 然后再减一 那这个地方就是P1比P0 再减一吗 那它减去一个1 前面又加上一个1 那这个不就消掉了吗 所以它剩什么呀 它不就剩P1比上P0了吗 对不对 那后面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呀 你看P2减P1再除以P1 它等于什么呀 它不就等于P2比上P1 然后减1吗 那前面啊 有一个这个加1 后面又有一个减1 那这两个就消掉了 那它剩的是什么呀 不就剩P2比上P1吗 那后面就剩P3比P2 那后面依次去未推 那我们看这个式字里面 是不是也是可以做一些处理啊 你看这地方有个P1啊 这个地方有个P1啊 那上下都有我们就把它消掉了 那这个有P2 这个有P2 上下都有也是全部都消掉了 是不是 所以那后面的我们都可以对应的去消掉 最后就剩谁呀 就剩了一个Pn 剩了一个P0 然后给它开n次根号再建1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几何平均 它的一个计算其实只和谁有关呀 只和最后一期以及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一个对应的值有关 好 我们来看教材上面的一个位置啊 它说呢 某证券市场啊 最近两年啊 相关的数据告诉我们了 那么这个第零年啊 价格指数是2500 第一年的时候呢 是4000啊 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指数是3000 我们去算市场的收益率 那怎么算呢 我们就用啊 这个P1减去P0 再除以P0 莫减去出 莫减去出 去除以出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看第一年啊 第一年的收益率怎么去算呢 我就用4000减去2500 再去除以2500 莫减出除以出 等于多少呢 等于60% 这是第一年的收益率 第二年的收益率等于多少呢 就是用第二年的这个价格指数 减去第一年的价格指数 再除以第一年的价格指数 等于负的25% 它是有一个下降的 好 那我们现在把市场收益率算出来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具体的平均怎么计算 首先对于算数平均 我们说算数平均非常简单啊 是不是 就是你算出来了这个收益率之后 然后你把它加起来之后啊 除以2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算出来 算数平均等于多少啊 就是17.5% 那么几何平均怎么去计算呢 几何平均只和最后一期和最开始的 这两个数有关 那你看它最后一期的数是多少 最后一期的数是3000 最开始的数是多少 是2500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3000除以2500 开根号减1 那就等于它的一个几何平均值了 这里面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那你看算数平均和几何平均 它们的七数都是几七啊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因为是开两次根号 所以就是多少 是27 七数都是27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搞错啊 你说前面前面不是有三个数吗 啊 有这个啊 012有三个数啊 那我后面是不是比如说我开根号 我就得开三次根号 我去做算数平均 我就得除以三呢 并不是的 我们主要是看它有几个期间 对不对 并不是去看它有几个数 它三个数是几个期间啊 是两个期间 它只能形成两个期间的一个收益率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后面去算这个 呃 这个收益率的一个平均的话 是去看收益率的个数 看期间的一个个数 所以不是三个数就啊 这个三个收益率 三个数只能有两个收益率 所以它的这个平均呢 七数是按两期 不论是算数平均还是几何平均 好 那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说呢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是估计权益成本的一种方法 问我们下列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参数估计的说法当中正确的有 那么第一个 他说估计无风险报酬率的时候呢 通常可以使用上市交易的 政府长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我们说并不是票面利率 而是什么呀 到期收益率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就不正确了 第二个 他说估计β值的时候呢 使用较长年限的数据啊 计算出的结果 比使用较短年限的数据 计算出的结果更为可靠 我们说计算β值的时候 这个年限并不是越长越好 因为公司的风险可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要考虑他这种风险变化 那么以他的这个重大风险变化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历史可以是未来延续的时候 才可以去进行计算 对不对 所以那并不是说直接啊 这个期限就越长越好 所以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 他说估计市场风险溢价的时候呢 使用较长的年限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就比用啊这个较短啊年限啊 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更为可靠 我们说市场 他要考虑一个较长的时期 我们在对于市场风险溢价 最开始的定义的时候 就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 对不对 所以他使用较长的时期是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那么第四个 他说预测未来的这个资本成本的时候呢 如果公司未来的业务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就不能用企业自身的历史数据来估计β值 那么这个显然也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时候历史不再是未来的继续了 而我们对于资本成本 应该是什么 面向未来的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就应该选择C和D两个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他说呢下列关于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估计权益成本的这个描述当中啊 错误的是哪一个 第一个 他说通过膨胀率较低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上市交易的政府长期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作为无风险利率 这个是不是我们讲的内容啊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啊 第二个 他说呢公司啊三年之前发行了较大规模的一个公司债券 那估计β系数的时候呢 应该使用发行债券日之后的交易数据进行计算 因为他发行较大规模的债券 会导致他的这个财务风险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对不对 就是风险发生重大变化了 那么我们得用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的再去进行一个估计 这个时候那么相对稳定的这个时期 那么他才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继续 对不对 所以他使用啊这个之后的数据进行计算 那这个也是正确的 那么第三个 他说呢金融危机啊导致了过去两年啊 证券市场比较萧条 所以估计市场风险溢价的时候呢 应该剔除这两年的数据 大家注意他估计的是什么呀 估计的是市场风险溢价 我们前面谈到了市场风险溢价 本身去估计那就应该是一个什么较长的时间段 那么要既包括经济的繁荣期 也包括经济的衰退期才有可能去反映 这个市场本身的一个波动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就不正确了 他不能把那个啊 这个萧条的就给人家去掉 是不是啊 最后一个他说呢 为了更好的去预测啊 长期平均的风险溢价 那么估计啊市场风险溢价的时候 应该使用全益市场一个几何平均收益率 那我们说啊这个啊 算这个收益率的时候呢 有几何平均和算数平均 对不对 几何平均呢 考虑了符合平均 所以他更适合去估计 长期的一个平均风险溢价 所以呢这道题啊 第四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那我们就应该选择C选项 好 那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